有些人曾经认识,还是男女朋友,但后来渐渐不联系了,只有微信里还有对方的联系方式。 有些人互相有好感,加了微信但从来没有好好聊天,也没有在朋友圈点赞留言,互相可以感觉对方存在,却不知用什么关系来说明。 有些人深深爱过,但无缘做夫妻,只有转身离开,放手了但不会放心,依旧苦苦思念着,删除了联系方式, 后来又悄悄加上,可怜天下有情人,其实一个男人不联系不打扰,也不删除你,可能是这四种情况,希望女人可以懂得。 一,依然爱着你,但无缘夫妻,默默祝你幸福。 多少人今生今世都深深爱着,但无缘做夫妻,只能放手,即便放手的时候心好痛,但还有什么办法呢? 因为爱情被现实打败,因为生活的距离,家庭原因,或者是阴差阳错的误会等等, 爱情弄丢了,但思念还在,却苦于对方或者自己有家庭了,不能再天天聊天了。 一个重感情的男人,即便和心爱的女人分手了,但无法做到狠心删除, 欣许他天天看你的朋友圈,默默祝福你,一辈子幸福,即便你的幸福和他无关。 二,心有不甘,不愿真的失去你,还在等待爱情的奇迹出现。 有一种真爱叫做等待,一个男人失去了心爱的你,但不甘心,不愿真的接受注定无缘夫妻的事实, 在苦苦思念你,心中一次一次想着重逢,多少人茫茫人海遇见了,不容易不简单, 但无缘的结局却是那么残酷,男人真的担心,一次删除就再也找不到你了, 就真的永远都失去你了,都说思念一个人太久,注定要重逢, 男人相信这句话,余生都在等待重逢,即便今生不会再见,那就来生相见,他也愿意, 他是一个痴情的人。 三,把你当备胎,动机不纯,有的男人心还鬼胎,看到女人就主动要微信, 家为好友,如果你看她的微信就知道,一大批女人在里面,都不知道什么关系, 不打扰,不联系,也不删除,只是安安静静的联系方式都在, 这样的男人你和他不熟,只是偶尔见面,或者是一面资源, 有一点点好感而已,他把你当备胎的可能性很大, 有的男人脚踏两只船,试着碗里的,瞧着锅里的, 没安好心,要注意提防,如果真的是这样, 那就及时拉黑,断了联系,免得惹是生非。 四,他不再主动,是希望你识去的走开, 有的男人你和他交往了一段时间,后来渐渐不联系了, 他再也不主动联系你,即使是你主动联系他, 也是吱吱呜呜,敷衍了事,这样的男人是一次性删除你, 于心不忍,联系你,但他不爱你, 他希望你主动删除联系方式,以此结束曾经的所有, 当然他也知道,你主动太久就失望了,会离开。 微信里有几种男人从来不主动联系你, 如果女人遇到这样的情况, 一定要看清楚一个男人不打扰,不联系, 也不删除你的意图,别制作多情了,该断就断, 眼不见为尽,做光彩的自己,和他无关。 谢谢大家。